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这样的销售成绩传出欧哥即将退市的消息也就让人并不感到意外了 欧哥自2006年9月登陆中国市场后 产品线并没有针对国内市场做出专门的调整 车型少及贵贵品牌知名度也无法以外的风收水起德系豪华品牌竞争 因此出现水土不服也是情理之中 松下计划斥资数十亿美元在美国购买土地建设电池工厂 为特斯拉生产供应高容量锂离子电池 对此松下的回应是 媒体关于本公司在美国买地建厂的报道 并非给予公司提供的信息 但值得注意的是松下美国建厂并非空穴来风 松下近来已经正式宣布 将于2023财年在日本工厂开始为特斯拉公司生产新型4680米离子电池 为此松下计划在日本和乐山工厂新建两条输出产线 知悉仅一代一维里能比克电池今年都将投入量产特斯拉4680电池 因此在靠近特斯拉工厂的地方选址建造电池工厂 至少在产品上上能提升竞争力 日本索尼集团和本田公司联合宣布 就纯电动汽车业务合作基本达成协议 双方将共同出资成立新公司开发纯电动汽车 这一消息引发了业界的极大关注 同时合资公司还将提供出行服务实现商业化 而新首款纯电动汽车预计即将于2025年开始销售 索尼只要负责开发汽车软件和车内娱乐系统 以及提供出行平台台 而本田则侧终于生产和销售 过去几年索尼已经多次展露出进军汽车行业的想法 2022年的CES展上看到索尼的V10S概念车史 不少人会认为这更像是索尼的一次技术展示 而在今年CES展期间 索尼就公开了V10S新型SUV原车型 V10S02 这次新公司的成立也意味着索尼正式踏入电动汽车的领域 好了今天的汽车大门怪就和您聊到这儿 咱们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2 4 4 1 4 5 4 5 7